卖东西一边拿东西换费旧手机 这批货也有个一千多块钱理论 不错的 加油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回收旧手机的小狮子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快递 是一个湖南的粉丝发过来的 年后发的第一次货过来 一大箱 满满的 大概有个四五十斤吗 货蛮多的 人家是一边卖东西 一边坚持回收费旧手机 有时候也拿东西换 现在拿东西换手机的粉丝也是比较多的 卖东西的时候 你就多叫一句 也回收费旧手机 如果你们不想卖钱的话 也可以换我的产品 这样来一笔生意就能赚两次钱了 换蛮多的 都是给他整理一下 看这笔货怎么样 也跟大家讲解一下要怎么回收 已经整理完成了 光这个老年机就有一百多台 老年机现在给大家的报价 七块五一个 我们到外面回收一般收五块 那你们一个能赚两块五 一百多个 两百多块钱你都吗 电动瓶不多 电动瓶这个是最不赚钱的 卖的话才卖十块钱一个 看着像此能几 回收的话五六块钱嘛 那他这笔货 一体积还是蛮多的 但是有几个要注意啊 像这种主板已经变形了 就是废版了 没有电池的 还勉勉强强说得过去 还有这一台山寨的 没有牌子的 看着像三个摄像头的 其实都不怎么值钱 是假的 再看看其他手机啊 其他的一个摄像头的 看过视频的都知道 都可以回收十五块钱一个啊 因为这些都是品牌的 OPPO的 魅族的 微博的 这个还能卖五六十 这个能卖五六十 这个能卖三十 这个还能卖五十 这个还能卖三十 这两个能卖二十 这些都可以的 我们再看一下两个摄像头 像这两个摄像头的 是全面平的 你们可以回收三四十块钱 像这个还能卖六七十块钱 一个有几个 这个都能行的 三个摄像头 三个摄像头又有几个 三个摄像头出去的 基本上都是新款 都是全面平的 这三个摄像头的机子 你们一般到面回收个 十五十块钱 像这个不开机的能卖八十 这个不开机的也能卖八十 这个不开机的也能卖八十 如果这三个能开机的话 都能卖一百多一个 它三个摄像头的不多 两个摄像头的还是比较多 两个摄像头利润也是不错的 这台 没有货干 主板已经腐蚀完了 这个卖废版嘛 两个摄像头了 但是还能卖四五十块钱了 哎呀 我还没注意看 还有个模型机 假的 还有它苹果七 就是苹果七plus 这个能开机的还能卖一百多 不开机的话 六七十块钱 两个摄像头呢 你们就回收三十十块钱了 所以说这笔货也有一千多块钱利润不错的 一边做生意 还能一边回收这废旧手机 可以的 一份工作 两份收入 那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对这个废旧手机回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报线单和教程 让大家轻松上手 再见